清明廉假即將到來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國旅登山行程也是超級夯 這幾天 預管處收到的申請量罕見報單 在廉假期間 人數上限116人的排雲山莊 單日申請人數就突破2000人 就連上限60人的單工行程 也是單日破300人申請 面對不同往年的報量申請 預管處只能抽籤決定 疫情之下 民眾不能出國 悶壞了 雖然台灣和帛琉的旅遊泡泡 橋頂4月1號首發 不過國旅登山熱潮還是不減 其中玉山宮頂行程也是大熱門 接下來的清明廉假 更創下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報量申請 在玉山唯一可以安排時速的排雲山莊 清明廉假期間光是4月3號 就有2077人申請入住 不過排雲山莊入住上限是116人 實在是一位難求 預管處只能抽籤決定 登山客急破頭申請入住 也有不少人轉往單攻玉山 清明廉假4天 每日單攻申請人數從97人到312人不等 不過玉山每日單攻上限是60人 即使想要挑戰體能 玉山當天來回一日遊 同樣得抽籤碰運氣 我覺得本來就很難中籤又那麼多人上山 而且我就人太多了 真的品質也會比較不好 預管處預估 清明廉假期間將載創攻頂高峰人潮 也呼籲民眾最好分散在平常日前來 不用抽籤搶名額 也能夠享受更好的登山品質 記者曾如辰南投報導